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了 中央公布台东县疫苗余量高达5460剂 台东县府26号在防疫记者会上澄清 是因为统计的时间差所造成的数据错误 全县疫苗覆盖率已达29.6% 目前只剩下392剂的莫德纳疫苗爽约记 并用来提供第一到第三类人员预约接种第二剂 也预计7月28号开放网络预约 医护人员采于美亭市施打法提升接种效率 也减少长辈在行动上的不便 更让台东县在疫苗覆盖率上冲出新高 达到29.6% 不过中央在23号公布的莫德纳疫苗 介绍剩余统计表中 台东县却有多达5460剂的余量 对此台东县长饶清凌26号在记者会中做出澄清 台东县的施打其实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在施打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CDC如果说是今天在制作这张图表 我相信这上面的数字就会不一样 又是一场时间差造成的数据落差 台东县疫苗施打作业没有休假日 依照民众预约的时段施打 即便是6日周末也不喊停 而中央没有将7月24 25号 两天的疫苗施打量纳入计算 经过台东县政府统计截至26号 会预约施打的爽约疫苗 在扣除孕妇保留剂后 目前剩余392剂 将依照中央的指示提供第一到三类人员 预约接种第二剂使用 预计将在7月28号开放网路预约 预约计392剂全数开放给台东县 7月2号之前完成第一剂莫德纳施打的一到三类人员 台东县在防疫及疫苗覆盖率上表现可圈可点 不过绿岛地区疫苗覆盖率却出现天地之差 绿岛达到44%是全线最高比率 但蓝玉却因为急在人不在的情况多 导致覆盖率仅有22%远低于平均 后续还有赖相关单位持续催打 介绍大会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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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